姐姐 因為你開始的時候 就知道對方畢竟小十幾歲喔 對啊 他小我十八歲 是趁著這一點 你才願意去碰面的嗎 也不是 去見到對方 第一眼的印象是什麼 就覺得很有氣質 氣質喔 可是如果講漂亮的話 漂亮 可是他一直叫我說 如果有人訪問這件事情 不要講漂亮 他說這樣太臭屁 那他的父母是 立刻就喜歡你嗎 沒有 覺得是不是年齡差太多 他媽媽... 陳媽 對不起喔 他媽媽大我十歲 但是... 但是因為第一次見面 是真的滿激烈的 在哪裡見面 就是我去他家 他要去表演 我去幫他拿大提琴 然後我就過去跟他媽媽打招 我說陳媽 你好這樣 你去對方家裡幫他拿大提琴 然後對方的媽媽也剛好在家 他是林長 他很熱心工藝 他正好在幫忙鋪路 媽媽在鋪路 然後拿一個大鏟子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其實真的第一次 你是在亂講一個故事下午嗎 我覺得講過應該是假的吧 真的... 我是真的第一次那麼錯耶 我就說陳媽 你好 我是徐傑輝 他媽媽就蹲在地上 就這樣抬頭看我一下 然後就... 這樣 那個鏟子 然後他接下來就用台語講說 你比較差不多耶 你們兩個差十八歲 就對了 你聽到做他們老爸啊 所以他這句話已經藏在心裡很久 要跟你吼 都沒有機會吼出來對不對 對 他認為你們演藝圈的 都是很亂七八糟的 他用的對白是什麼 因為那是... 我不好意思舉例 因為正好在那個捷骨園 正好是幾位藝人接連出很多狀況 比方說逃賭債的啦 或者是吸毒的等等 所以他把所有的帳篷 都丟在他身上 那我就很誠懇跟他講說 可是陳媽 我沒有啊 我在這行業我一直很努力 我一直真的很珍惜自己 然後他...他就說 對 陳媽媽這種懷疑也是對啊 真的嗎 一切保證只能到今天為止 搞不好他叛逆期是55歲才來 所以你當時就在路邊 跟陳媽媽溝通 然後講到他哭 他就說我們是一個很... 你們為什麼都在馬路邊 做這件事 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這個岳母她個性很直 然後我完全看得到說 她在保護她的那個 然後她到底看中妳什麼 她就覺得我非常誠懇 而且其實就像你們剛剛講 我私底下很嚴肅 根本不搞笑 然後她開始去看到比方說 我喜歡去種菜 我對土壤的那個愛護 我現在講真的喔 我現在講真的 我覺得這個案件差不多了 你聽到土壤這樣 請容許我再禀報詳情 真的... 我不想再聽到有關土壤這件事 真的... 他們都吃過我種的菜啊 我種的水果 我吃過香蕉 真的 所以請問當時那個女生 有表明說她要跟你結婚嗎 這麼直接啊 那她為什麼不自己去處理媽媽的事情 有啊 她有在處理啊 只是你要慢慢來啊 你不能一下子這樣子啊 那媽媽那邊後來怎麼解決的 其實她媽媽以前 就非常喜歡看我的節目 我的兒童節目她有看過 然後我跟沈文成主持歌唱節目 她也很喜歡 所以她不喜歡最大檔 她也喜歡 她只是不喜歡演藝圈 所以現在已經跟她打成一片了是不是 非常好 很麻吉 很麻吉 然後她有答應你們 就是說盡快辦婚禮 不然我們怎麼敢應這個呢 這應也是要錢的耶 你們演藝圈的人我怎麼知道 你們是誰 你們高興啊 高興應就應吧 所以是要立刻生小孩嗎 我覺得這樣對新娘子很不公平 最起碼要玩一陣子 如果被拍到那一天 我們不會嚇到說 也沒有很漂亮吧 不是 因為他確實有稍微哭 我可以把我的同事 投出去講嗎 有命嗎... 我告訴你喔 我真的覺得她真的是 非常非常漂亮 是 非常漂亮 請問那個 你這一次這麼有把握 是因為你覺得一切... 因為之前都不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次是很順 因為你只要不讓別人知道 就比較順一點 對... 就你越安靜越好 你等他比較成熟的時候 這跟種那個香蕉是一樣的 謝謝 沒關係 留意一定有什麼 那個... 你們結婚多久了 兩個多禮拜 對 那不是香蕉 為什麼變香蕉 就變香蕉 可是李慧的夫人 根本婚後就是面臨一個 晴天批的生活 就是一結婚 許結婚之後 他說我們來種菜吧 是... 好累喔 我覺得這裡這幾位 沒有一個人想要陪你種菜的耶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 得到我們的愛 那你家算是大吧 就125坪 比你們家大一點 我家兩百坪 不是... 他剛剛妳就說妳人會哭 125坪 那你是富豪耶 所以妳太太真的是為了愛 難道是為了平術嗎 說得好耶 結婚之後告訴妳 也太酷了吧 妳結婚之後告訴妳太太 妳要做這個嗎 她都會幫我辦圖啊 只是她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而且我不希望她的手 去碰這些東西 因為她的手是 髒的 對... 你比人家的手 對... 什麼髒的 妳老婆... 妳老婆是迷上妳這些那個嗎 當然啊 自己一定要 當然啊 妳說現在有哪些男生喜歡弄這個 這是我的特色 她有跟妳說過 妳在種菜的時候很帥 或這類的話嗎 她每天都講 我本來不太相信 她講得我現在相信我真的很帥 妳是不是認為新婚夫婦 有在陽台的花園裡面 沒有啊 這都還沒有熟 妳太太是誇獎妳什麼 哪一部分 她就覺得 她講出這句話 對 這對妳寫給他 逼他講的 沒有...真的 因為這句話不是常人會講的啊 我們在偷他 如果要講完這個話 妳要接什麼 我就謝謝她 因為妳看 我覺得... 我覺得她是要接... 女生 不可以這樣子 茄子都扁掉了 沒有 我就很謝謝說 我謝謝妳欣賞我這樣子啊 她講康的康套喔 真的...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起碼女裝的家長 會喜歡這件事 喜歡 覺得這個是好男人 我上次來不是講說 趙母娘本來對我那麼兇嗎 現在我們兩個 每天都在通電話 就為了吃免費的菜 沒有... 超愛我的耶 對啊 如果有農產品 真的家長會很高興啊 我覺得好棒喔 老人家會覺得說 這個人好務實喔 對啊 而且一定會當一個好爸爸 而且好能吃苦 而且會不會這樣子 比較放心 就是說先生不在工作 所以就在樓上弄菜 對 就沒有出去玩 還說... 她說你老婆走了沒啦 我會熱死人 老婆一家一早 你知道 誰在練八九 好笑 壓力很大耶 妳結婚多久了 八個多月 妳現在婚姻還在嗎 還在啊 很好啊 換一下而已 所以妳這種神分 我覺得他就把太太 埋在那個田的土地裡面 萬一出一點事情 剛剛揭曉第一名的 終於被剪到新聞畫面 每天她在種田的時候 那鞦韆都是自己空蕩蕩的 老邊幻覺 聽到有人在跟她說 謝女優惡 學輝 你這個婚姻是真的 大家都認為 完全沒有困難 而你自己也沒有遭遇到 任何困難嗎 怎麼會沒有 一剛開始有啊 全婚我知道有 可是婚後呢 都沒有發現說 天啊 她跟我想的不一樣 沒有...而且我覺得... 她就跟妳想的一樣 有一些部分 我覺得她還比我想像好 像剛剛不是在討論說 你們的太太會不會喜歡 愛亂買東西 她都不會耶 她在田地裡面 有什麼東西可以這樣 不是 你現在聽到她彈鋼琴 所以你不會很想叫她助手嗎 不會 還是覺得好聽 還是覺得好聽 所以什麼時候 她會彈鋼琴給你聽啊 什麼狀況 有時候下午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她就會... 好難想像喔 另外一半在彈鋼琴的時候 你應該做何表情呢 翻白眼嗎 看好婚姻的第一名 我們先介好第一名嗎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名喔 先是我 看 我 真的有趣嗎 你覺得會光打2萬3千多票 看嗎 不看好的只有1600票而已喔 不是 輝哥 你是重量級選手 來參加我們雨量級的感覺 對啊 為什麼要那麼有陣子的啊 對啊 這... 我跟你講 對你的不看好的意見當中呢 都是一些比較賭氣的話 不過當中有一個話是說 你愛花花草草 超過愛你老婆 謝謝瓜 每次黃色輪畫 真的 andar… 搶走 比如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